立法院职权修法三读快速闯关引发争议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 如果行政院认为法律案有挚爱难行之处 可在法案送达行政院10天内 经总统合可后请立法院复议 立法院要在15天内做成决定 若二分之一委员同意复议法案退回 若二分之一以上委员维持原案 行政院就需接受 请总统在10天内签字颁布法令 接着如果认为法律有违宪争议 根据宪法诉讼法 行政院总数四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员 都可向宪法法庭申请解释宪法 在宪法法庭做出是否违宪的决议前 可申请裁定暂时处分 在符合认定要件下 可使法律在半年内不生效 如果宪法法庭最后判定违宪 法律将失效 另外舆论还有讨论到 以内阁不信任案来阻止法律实施 由三分之一议员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 二分之一议员赞成 行政院长应辞职并成请总统解散国会 不过国民党民众党席次过半 若都不出席投票 就达不到成案的人数门槛 依照现行台湾三党人数席次 行政院复议和倒戈都难以让法案翻盘 除了事件之外 还有一个被讨论方法 就是公民复决 但是公民投票法明定每两年的八月份 举行一次 最快要到2025年八月才能公投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张东旭 陈真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